作者 风行列 我是赤 精彩 马上开始 第1126集 御剑城的人也到了 傲锋愣了愣 急忙问道 那蓝随锋来了没有 蓝随锋陛下和不飞云陛下 一向形影不离啊 自然是一起来了 怎么 你找他们有事 姬勇说到这里 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欧厘一声诱导 哦 我怎么忘了 你是齐王城兰修大人的弟子呢 这蓝随锋啊 是你师弟呀 不错 他就是我的小师弟 傲锋微微一笑 沉吟道 你们在哪里落脚 我们的营地在北城门郊外 齐王城的人也在这里 现在城内的旅店 早已经住满了 你们要是来的话 我们可以腾出一片地方 和你们挤一挤 哈哈哈哈 乔峰阁下 以你一个能炼制灵主宝器的 十星神火炼气师啊 怎么落魄到了 住在荒郊野外啊 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不过呀 我们早已找好了落脚点 黑凤凰大人 早年和丹亭商会 有不少交易上的往来 我们就住在丹亭商会 旗下的宾馆里了 你可以随时过来找我们 或者直接搬进城来 反正丹亭商会 就是以开宾馆闻名的 他们有的是地方 几百个人呢 还是塞得下的 士天和丹亭商会有交强 是啊 黑凤凰大人 可是诸神第一上古药剂师 这些大型商会啊 哪个不巴结他呀 两百年前 黑凤凰大人那瓶 打破了历史最高交易记录的 灭神药剂 还是丹亭商会 举办拍卖的呢 别说找个落脚点了 就是直接送上一栋宾馆 给我们都没问题 其实啊 以阁下您的炼气水平 和他们随便打个招呼 他们也会把你们 当大爷招待的 浩风一阵哭笑不得 他其实和丹亭商会的人 有不少渊源 还曾经救过雪姬的性命 之前与崔斯特也照了个面 只是没想到 他们是开宾馆的 早知道就不用舍尽求远了 稍许沉默了一会儿 姬勇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哦 对了 丹亭商会 今天找开交易大会 刚给我们发了情品 眼下临近联盟大会了 该到的高手 应该都已经到了 估计会有不少好东西出现 我们马上要过去 您要不要也来看看 好 我估计他们也会过来 邀请我们秦家父子的 你也和遇见成的人说一声 我们就到丹亭商会一句吧 姬勇应了一声 中断了灵魂传音 心中却是疑惑不已 啊 秦家父子 你不是只有一个哥哥吗 什么时候多出一个父亲来了 秦傲天那样声明显赫 你们这个父亲 又得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呀 他也没想那么多 只是加快脚步 往丹亭商会赶去 与此同时 秦朔也收到了 丹亭商会的邀请函 看着桌上的金铁 秦朔淡淡一条眉 丹亭交易会 只要我们去了 便无条件为我们提供一套 最豪华的宾馆居住 我们和丹亭商会 似乎没什么关系吧 没有关系 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地拉关系 自从父亲露出大君王实力以来 这几日登门拜访的人还少吗 别说提供一套豪华宾馆 就是直接送给父亲 他们也舍得 丹亭商会并不缺钱 能够得到一个大君王的友谊 花再多的钱也值得 我听说 他们丹尼尔家族 和百克兰家族有些不对头 这两天 百克兰家族 招待了黑暗换店的人 他们也要前去这场交易会 丹尼尔家族的人 估计是怕镇不住场子 想尽父亲的事安定局面 秦奥天站在他旁边 冷静地分析道 黑暗换店吗 秦朔瞳孔一缩 眼神深邃起来 陷入了沉思 忽然 仗帘一聊 一个火红的人影走了进来 正是在外面 把他们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的傲风 他微微一笑提议道 老爹 我们就顺势进城去吧 我们迟早 要和黑暗换店对上 帮丹亭商会一把 也无妨 我和他们的少爷小姐 有点来往 另外 还可以摆脱外面那些人的纠缠 不是一举数得吗 看到营地外面水泄不通的样子 傲风也不禁暗暗扎舌 大君王的号召力 果然是巨大的 任何势力 都想同一个新晋大君王 拉上一点关系 三天以来 各种登门拜访的人员 几乎淹没了洪风军 连秦霜这么老实的人 都能把家师深染重疾 不宜见客 这种一戳就破的谎言 随口到来了 足以能想象 下头的人 都被摧残到了什么地步 他们虽然不胜其烦 却不好随手出手感人 人家毕竟是怀着尊敬的心思来拜访的 为了生育也不能动手 当然 普通的拜访和邀请消息 都是到不了秦朔手上的 也只有丹庭商会 这种诸神第一巨父 才能有点分量 你这小家伙憋了几天 可算出来了 秦朔一招手 将宝贝女儿摟了过来 抱了一下 宠溺地摸摸她的脑袋 好 那就听小风儿的 吩咐下去 拔营 进城 也该开始和黑暗换店 算算我们的账了 秦朔 狭长的眼睛淡淡眯起 目中掠过了一缕坚定的决议 丹庭商会 诸神大陆第一商会 掌握丹庭商会的丹尼尔家族 号称诸神最有钱的家族 闻名四方 不但产业遍布大陆 在众神之巅上 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樊帝城的丹庭商会 建立在商业中心沃土大道上 这条道路是由丹尼尔家族出钱修建 全部用珍贵的银白色天津矿铺成 一眼看去 璀璨无比 沃土大道尽头 便是丹庭会馆 会馆建得巍峨高大 倒并不像一些爆发户一样 金碧辉煌不可一世 反而偏棕青色彩 有一种别样的韵味 让人感觉到大家族古老的底蕴 这丹庭交易会 赶在千年一度的联盟大会期间 分外热闹 会馆门口人潮如海 久久不散 离这会馆还有一段距离 奥峰就看到一个绿色短发的少年 站在门口接待着宾客 一脸阳光的笑容 正是当日报名大会时见过的崔斯特 他一眼瞥见了 奥峰随即眼睛一亮 快速地和身后的人说了几句 让他们接着招待来访的客人 自己则带着几个手下迎了上来 启峰大哥 总算把你们给判来了 那天你走得太急 小弟本想跟您深交一下 都没机会 这真没想到 你居然有个大君王的父亲 难怪那么变态 崔斯特冲奥峰笑了笑 又对他旁边的秦朔 恭敬地行了一礼 这位想必就是秦朔大人了 崔斯特再次恭喜秦朔大人 一战惊天下 从此威名镇四方 秦朔一身红衣身材强健 面容英俊霸气纵横 这些特点早被传得沸沸扬扬 如今也算是个招牌人物 他的身份和实力无不让人敬畏 就算崔斯特 这种从众神联盟大家族里 走出来的公子 见到他也不敢有丝毫拖大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一集